那我想剛剛翁文英教授特別提到的是公眾參與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WHO在2015年文件裡面提到的 遇防信任者裡面包括民眾的貢獻溝通 民眾有資的權利 然後民眾有參與的權利 民眾有決定的權利 我想這個是我們台灣今天要面對的各種問題 那最近大家也在檢討 就是台灣其實是面臨一個系統性的貢獻 那我想我們就不要擴遠到其他的事件 我重申 如果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社會認為石化產業 還是台灣很重要的戰略性產業 我們今天看到所有的公共安全危機處理 還有相關的法令 從我們風險治理的角度來看是不及任的 如果我們認為它是一個重要性的產業 怎麼還放任這樣一個系統性的貢獻 所以我首先講說到今天 我想這是真的是歷史公益 到今天經濟部才在統整所謂的管線資訊 這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好我想我們開放題問可以